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女孩日前在网上公开了 她在父亲被关押的监狱门前打横幅的照片 那么她的故事引起了网友的围观和赞叹 她的父亲曾经是一位优秀的中学老师 现在无辜入狱 不仅失去自由 而且还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而女孩本人也因为营救父亲 最近被中共的610警察抓走 她曾经被关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乔东盛北派出所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下面就跟随本台记者一起走入他们的世界 河北23岁的唐山女孩变小辉 去年刚刚大学毕业 为了见到被关押在石家庄监狱的父亲变利潮 她经常和母亲奔波于唐山与石家庄之间 她的父亲变利潮今年50岁 原本是唐山开篮第十中学的体育教师 由于修炼法轮功 在2012年2月25号去学校途中被警察绑架 随后被非法判刑12年 家人多次在监狱规定的时间内前往探望 御方因便利潮拒绝放弃信仰 不允许家人接见 3月4号开始 毕小辉在石家庄监狱门前 和石家庄司法厅前等多个地方拉开了横幅 上面写着我要见父亲 13号记者多次致电周秀珍和变小辉 却无人接听电话 因为监狱不给他正常的安排会见 应该是这种情况 然后他们做了很多努力 一直监狱对他们不理睬 所以他们可能用这个方式抗争 我们现在联系不上他 然后他的母亲也联系不上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上的消息都被删了 3月7号 变小辉向新唐人表示 御方把他当作犯罪者对待 首先是教育处的处长张严调 他的锯号是130633 然后副科长叫李英 他的锯号是1306248 还有教育处的那个陈忠 这个光头 我记不清他锯号了 他们三个人小过 还叫110 今天下午他们叫13胖110 变利潮的妻子周秀珍 曾在微博上曝光监狱 对变利潮的违法行为 周秀珍表示 从去年中国新年以后 监狱为迫使变利潮放弃信仰 每天安排了三组人 监控他 折磨他 去年的4月22号下午 周秀珍见到变利潮时 他两颊消瘦 面无血色 眼睛深陷 而且出现了高血压 心慌 心脏缺血 梗塞等症状 随时都可能猝死 当时 变利潮见到妻子的第一句话就是 每一次见面都可能成为诀别 变利潮在唐山开栏第十中学 连续多年被选为先进工作者 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他还连续十多年担任学校的体育组长 为了争取见到生命垂危的父亲 变晓辉拉横幅呼吁社会关注 并抗议中共监狱的迫害 变晓辉还用小名变晓迪在网上传播信息 有民众转发变晓辉的照片 还有网友写下古有提营 金有小迪的文章 赞叹他的勇气 并同情他们一家人的遭遇 目前已有200多人为变利潮签名 呼吁当局释放他 大陆经济学者齐燕辰也发微博说 从今天开始 每日一喊支持小辉会见父亲 尊重亲情 保护人权 变晓辉12号在网上还发出一条微博 被保存在自由微博中 内容是 爸爸 我一定要见到你 坚持等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